就提到這個益川老師 侯友宜昨天兩度道歉的時候 他強調說 我第一時間 我就已經掌握了全部的情況 而且相關局數 也都積極的在進行處理 我很好奇 侯友宜所謂的他的第一時間 是怎麼樣叫做第一時間 而且這個事情 只我照家長所說的 四月份他就已經通報市府了 到了這個六月五號 四月到六月五號 結果新北教育局 才這個啟動全員的這個要檢 中間有這麼長的一段這個時間 然後今天傳出來說 我從現在開始 我每天要開記者會 今天晚上要跟這個 未要案的這個家長 這個一對一的這個經營見面 很多人就在質疑 你現在見面有什麼用 你知道摸頭嗎 所以你怎麼看 這個整個這個處理過程 侯友宜的態度 跟侯士福的這個危機處理 各位不要忘記 侯友宜是刑警出身 這個案件如果檢重 是一個殺人案 不檢重是一個中傷害 是一個傷害的案件 侯友宜如果第一時間 知道這件事 對他來說 他如果這條 讓他做警方來處理 就對了 他做分局來處理就對了 他做的事很簡單嘛 攏影大條來 老師都叫來問 家長也叫來問 說那孩子什麼 總共冰濃一一做 錄影大 看了 如果有類似的 什麼油那麼高 都收收來 就開始辦了 可是侯友宜到現在為止 不要沾對這個會 清新主持過的回憶 今天出去去記者會 叫劉荷蘭 今天是議會去問的副市長 還換另外一個叫豬遞資 你們現在這個案 到底是什麼人在辦 這事情拖多久 現在1999說四月底 現在家長說我們四月底就反映了 現在陳百市政府到十個位置 都說沒有沒有 我們四月底沒收到這個通知 那都外面亂說 今天下報這順議員問說 你們1999到底有收到電話嗎 他說因為四月有萬幾通電話 我們現在還沒完全聽到 不然就確定說有這通電話嗎 原考會主委是誰 1999是原考會官 原考會主委也是刑事警察局出身的 齁 原考會主委 現在新北市原考會主委 是刑事警察局出身的 這項如果讓他頒 喔這樣 如果說這現金都沒辦法 全台灣現金都沒辦法 一個貴刑事局局長 一個刑事警察局出身的 原考會主委都沒材料辦這個案 我這個案子很記憶 很複雜的 齁 現在侯友宜的市政府說 沒有啦 我就禮拜派出所海山分局接到 我拜他我們市政府跟他接到 侯友宜聽應該是這個拜應嘛 五月五月十五號這個拜應 他說我們知道之後就馬上成立專案小組 今天侯友宜又說一道我們成立的專案小組 專案小組之後幾天都動作 三天 他就可以從那邊檢方去查 查一些 查扣一些東西 裡面有錄影帶嗎 他說的這裡的商務裡面有錄影帶嗎 沒有 沒有 現在第二條去搜索的時候 說錄影大都洗掉 這裡有一個關鍵的時間是這個 原方啊 這台是四月份嘛 原方說 不好意思喔 我們七月就要停止營業 誰叫他七月停止營業 誰叫這個原方七月份停止營業 三個家的 三個家的 這個保持班的負責人 一親白 在中國開了很多保持班 他這位就要安頓這裡五六十的 現在下心沒人躺了 這裡幼兒班到大班沒人躺了 他還要介紹這群沒人躺的小朋友 去他主持做父親的人 另外一間安親班 也是一身伯 你如果家中你會送去嗎 你會送去嗎 用這種方式一直拖一拖 到底什麼人家家家家說 沒關係 這事情 避避風頭 七月過就沒事了 所以你七月就不要再做 抱歉 一樓二樓是這個幼兒園 三樓也是這個富士林開的安親班 跟國中國小的 一樓一樓去問的 這傢修平是另外一個議員的服務處 那個議員現在要選立委 這次要叫做案報告 這個議員也出來押手說 不用啦 市長來什麼專案報告 這猛事情為什麼要專案報告 那個議員他的服務處就 真正在這間幼兒園的旁邊 兩位白酒會 這對教育局真的要放 這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那教育局今天也出來開記者會 教育局衛生局 局長今天說什麼你知道嗎 今天再說我們檢驗完了 小朋友的身上啊 是微量的 微量的 怎麼樣叫微量 就是說那裡面一瓶子獨片而已 那小朋友的身體裡面 一瓶子獨片而已 就代謝掉了 小朋友辛苦了 怎麼會有獨片啊 阿公阿嬤把小孩送去討養園 早上送去 爸爸媽媽騎機車載小孩去幼兒園 小朋友安親班的老師 幼兒園老師 接著去的時候 跟爸爸媽媽說再見 跟阿公阿嬤說再見 那阿公阿嬤叫爸爸媽媽 心裡想說 我們孫子這次送進去 阿波回來帶 不知道要去哪裡 我們的偉心極中說 沒關係 獨片微量微量微量 一瓶子一瓶 陳順秋 新北衛生局長 你的孫 你的孫去討幼兒園回來 有微量的毒品 你也知道台東嗎 你也知道台東嗎 能學到幾點 能學到幾點 侯友宜也一樣 侯友宜說我們都掌握了 你掌握什麼 侯友宜你掌握什麼 你如果有掌握 接下來你會跑去一大堆 跟選舉有關的行程嗎 你會嗎 你的心情會好嗎 你知道這些孩子在握 你孩子在家中 這些阿公阿嬤 身伯班級 這些阿公阿嬤在煩惱嗎 你還有辦法 哦 早去找翁金兵 找祖典 不管你去找什麼 你離開身伯 你的心目在這裡 你沒有主持這些事情 為什麼下腳手 這些局長處理事情的速度 這麼免 這麼免 因為恩恩我們給他們一個示範 恩恩我們這件事 美過閃過 怪由中央 交換不關的 這是制度的問題 恩恩我們閃過後 身伯市民國 你百幾萬票 所以何友宜你大月了 你強起來了 我們怎麼用這個方式處理 都沒有事情 怕什麼 何友宜說的話 怕什麼 這個事情 社會事件啦 還叫李嘉凱出來說 這只是社會事件啦 社會事件 何友宜你要知道 這個社會事件 身伯市 十幾萬 讀幼兒園的小朋友 兩歲到來 從幼幼班到大班 十幾萬個家庭 十幾萬個阿公阿嬤 家 家長 今天所有的街頭啦 所有的菜市 早上店啦 只要阿公阿嬤 父母 大家說的 都在身罰這條啦 何友宜長 被迫道歉 政大的學生 一個褒蕾搭 一座人搭 會場搭 抓紙條 說何友宜你怎麼怎麼 他被迫道歉 請問何友宜 你在道歉什麼 你都不說哦 你只有說你道歉 你為了什麼道歉 你為什麼道歉 你要說啊 你說我 做市場 都打不走 這件事 我全部的精神 所以我會這個 第二 我的教育局 這樣處理事情 不對 教育局長 不對 我幫他道歉 衛生局長 我幫他道歉 警察局 我幫他道歉 這件事 我給他一兩天 那你怎麼知道 你在說什麼 給他名字哦 名字聽說 又要去台南 要叫王金兵記憶 你又要去找周典論 豪友宜你名字 如果咖哩開信伯就對了 你名字咖哩開信伯 你名字人 如果電視看到 你人叫王金兵 叫周典論 走去出國 發光電 又大公有的不的 你回來了你就知道死了 身伯是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 大家都要等侯友宜 出來把這件事解割 今天英安住家長 開什麼 開見面會 要見什麼面啊 你開支簽名會好了啦 簽名會 見什麼面 事情要解割 今天英安要開什麼 見面會 還限監護人 我請問你啦 監護人是阿公阿 父母都不能進去就對了 監護人是爸爸媽媽 不能進去就對了 在搞什麼鬼啦 你有沒有誠意要面對 給他們這件事 你如果不好處理 這件事情會每天跟著你 因為大家從你治理 一個城市的能力 會來判斷你有沒有資格 來治理這一個國家